把检测方法防御照过 讲完之后我们再讲另外一个例子 明天的话我们再讲后面的两个实验 你检测方法呢 第一个 比如我们刚才用到那个Pikachu的 那个SSRF的漏洞页面对吧 然后他的检测方法呢是让呢 让服务端去访问 相应的呢 网址 对不对比如说我我们是不是构建了一个 要去访问3w.pnet官网或者说 随便一个网址对吧 如果他有访问结果那是不是检测到了 就他就存在SSR漏洞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方法呢是可以什么 让服务器 让服务端 去访问自己 所处 什么内网的 一些什么 指纹 文件 文件 来判断 是否存在相应的 呃 业务吧 应用或者业务 比如说你可以去判断 嗯内网的一些什么 找到内网的一些地址 但这些地址你其实可以通过一些 比如说我们通过爆破的方式 怎么爆破 就是把那个 UL的参数里面的地址 换成什么 118 1.1 1.2 1.3 可以让他自动的包括不用你自己去写 对不对 然后这样去探测 然后这个地址里面到底有 哪个地址的什么端口会有响应 如果看到那个地址里面有输出信息 或者他的状态码是200 比如说我们都是访问他的80端口 然后有一个地址 他的状态码是200 那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地址是不是存在web服务 或者我们如果存在web服务 那我们可以去探测 他是不是一个博客 是不是一个cms 或者内容管理平台这边 那个管理系统 然后根据他什么返回的指纹 比如说power by什么 什么wordpress power by什么之梦 对吧 那个判断他是否 存在相应的业务 来根据他内网的一些指纹文件 指纹的内容 第三 可以使用什么file 协议还有什么dict协议gopher 协议 还有什么甚至ftp 对吧ftp 我们可以做ftp的爆破 大多数的嘛 其实大多数内网的ftp服务器 他都是允许 去匿名用户访问的 所以你可以其实可以直接访问到 里面的文件 看到里面的文件 对吧 ftp 协议 来进行嘛 请求来访问 请求 今天请求相应的文件 就是说可以使用file啊 对吧 访问本地文件 ftp呢 访问ftp服务器里面共享的一些文件 gopher 或dict 访问redis 或者其他的一些应用 对吧 我们可以攻击什么 内网的web应用 攻击内网的web应用 比如说有一些web应用 是不是只是内网才能够访问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去什么 向内网 比如说内网的这个web呢 可能存在 非常明显的什么的注入漏洞 xss注入漏洞 sql注入漏洞 对吧 那我们可以自己准用什么 准备 比如说可以向 内部任意的 主机的端口呢 去发送 精心 我们自己精心准备的呢 payload 对吧 payload 或者叫构造的数据包 来做 好检测它是否存在 相应的漏洞 第五是 攻击什么 内网的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 我们可以利用什么跨 协议的这种通信技术 对吧 利用这种跨协议的通信技术 来攻击内网的其他的应用啊 上面第四个是攻击内网的web应用 比如说我们攻击什么redis 对吧 那我们可以跨协议 比如说我们用dict 去攻击redis 第六 可以用来判断什么 内网 主机 是否存活 怎么判断 方法存活 判断的方法呢是通过 端口对不对 通过端口 是否开放 来判断 嗯 那我们的22号端口看一下 等一下 嗯 ssh 192.168.34.130 啊 34.130的22端口是不是开放的 这应该看的啊 就能够让你登录对吧 能够让你说密码 那肯定说明对方的ssh服务是开着的 好 那我们在这边可以去测试一下 嗯 怎么写 先点一下这个链接啊 然后把uil呢等于 刚才就是我们已经试过的 192.168.34.130的22端口 我们通过htb协议呢去访问他的22端口 哎 是不是可以看到有一段输出信息 好 你用curl去访问他的22端口呢 你看 嗯 hdb 192.168.34.130的22 0.9 哎 我curl用的版本是0.9吗 就是啊 请求的这个版本号太低了吧 啊 导致他不支持啊 但我们这里就不会啊 我们这个版本号 就是pip里面的这个curl 库的话呢版本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他能够接收到一些什么 信息 比如说他你接收到这个信息 那这个信息里面我们可以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呢 他的服务22端口是开着的 并且还可以读到什么信息 他的服务端用的是opensh去 版本号是8.7p 第一系统甚至操作系统是不是也看到了 deband对吧 系统 ok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啊 可以去探测这个端口啊 通过探测端口的形式来判断 这个主机是不是存活的 那不过一一般的什么像这种服务器 不管是什么服务器 一般22号端口都是开着的 对吧 所以你可以探测这些不同地址的20号端口 看一下有没有响应 有没有内容输出 对吧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能这个主机就是不在不存在 这个ip就不存在 如果有的话说明ip存在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探测端口的形式 来判断这个主机是否存活 好这是我们一些检测方法 检测方法 然后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他的防 防御 方案 与绕过手段 现在看防御 方案 防御方案 与绕过手段 首先看一下第一个是什么 禁止 跳转 禁止跳转 因为有一些什么有一些 呃业务的话 就说有一些什么功能的话 其实不需要跳转就能够实现 他根本用不到跳个跳转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跳转给他 禁止掉 禁止跳转 第二个 是过滤什么返回的信息 因为这些返回的信息里面呢 可能包含一些敏感的数据 所以我们可以什么 对呃远程服务器返回的一些信息 响应做 验证做过滤 就是对远程的什么 无器的响应 响应做过滤 或验证啊 验证 那举个例子 比较说你这个web应用 是获取某一类的文件 是用来获取某一种类型的 比如说获取一张图片 对吧 那我 就说 对面返回的话呢 是不是应该就是返回一张图片的类型 不应该是其他的 资源对不对 其他的数据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对他返回的内容 做一个验证 来你的内容只能是图片类型 不能是其他的 如果是其他的 我们就什么 不显示对吧 所以这是过滤返回的内容 第三 统一什么 报错信息 这个也很重要对吧 因为我们刚才其实可以看到 刚才这个就是一个报错嘛 那从这个报错信息里面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 对不对 对不对 那这个统一报错信息 其实 很好去做吧 怎么做 就判断一下什么 就在圆码里面判断一下这个语句 是不是 报错 或者说有一些函数 它的状 它的返回值如果是某一个值的话 代表它是报错的 或者说我们在拍摄里面对不对 也也接触到过一些 有一些函数返回一个非零的值 或者说一个复数 那你那这个复数 它的不好值是不是就是force啊 那我们可以直接写个if判断 这个函数的范围值 对吧 对吧 那如果是负 就直接1辅 这个函数的范围值 那这个函数的范围值 如果复数的话 其实就是错误 那我们统一的去输出 print一个输出的 有错误的报错 对吧 而不是像这样 让这个程序自己什么 把这个自己的报错信息给它什么 显示出来 所以统一报错信息 可以什么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信息的泄漏 同一报错信息 设置什么 URL白名单或者限制内网IP 这个也很好理解吧 就是你 访问的时候呢 访问这些什么 URL的时候 只能是某一些内网地址 或者说某一个内网地址才能够访问 这样从其他的内网呢 就跳不过来 对吧 或者说只能够通过哪一个URL 只能用 就说你只能访问哪些URL 对吧 比如说刚才这里 刚才这个页面 就刚才的这个圆码 在在哪个地方在这 在我是不是已经删掉了 那不管它 那假设我这里面的刚才这个什么 叫CSIF CURL SSIF CURL 这个点PAP这个圆码 我就写了 你只能够什么 你只能访问 我后面的这个URL 这个白名单 我把白名 我定一个白名单 里面的写能够访问的URL 一个U的info1点PAP 一个info2点PAP 其他的我都不允许 对吧 那只有你的URL参数的值是这个白名单里面的 我才能够访问 或者是哪些地址才能够访问对不对 那其他地址我都不允许你访问 就是URL的白名单或者说内网地址的白名单 然后第五个是什么 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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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的协议 就是我们只允许什么 只允许 http或者https 那想一想我们刚才这个圆码 是没有对什么协议做限制吧 对吧 你根本没有前面你们也没有对什么 你这个URL的内容做验证 那想想如果你对URL的内容做验证 可以怎么验证 比如说你想要做一些防御的话 那你拿到这个比如这里是一个文件名吗 本来是一个文件名 那我们如果做SS攻击的话 这里是不是把这个文件名替换成一个URL 对不对 那我这个时候假如说 拿到这个文件名这个file name这个变量之后 我对这个文件名判断一下它里面的值 包不包含什么hddb或者hbs 对不对 或者说我把它的协议的那个部分取出来 判断它是不是hb或者hbs 或者用正者去匹配 这里面有没有hb或者hbs 如果有的话我们才继续往下 如果没有的话就报错 对吧 直接报错 那这样就是一种防御手段吗 所以这是禁止不需要的协议 所以禁止不需要协议呢 是不是能够防止我们通过可以防防御 什么 通过其他协议 来攻击吧 这攻击 例如什么dict啊对吧 还有什么gopher啊 gopher啊等啊ftp啊这种协议的攻击 第六个 是限制吗 请求的端口为常用端口 这个也很好理解吧 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关键的业务 它的端口可能会什么 放的比较高 对吧 那我们比较高 那我扫不出来吗 我也可以检测出来 对不对 那如果你限制端口号 你只能访问80或43或者8080 这三个端口 那当你尝试去访问什么redis 6379这个端口 或者3306数据库的端口 那我就不允许对不对 那我就限制它 限制请求呢端口呢为常用端口 80啊443 443啊还有什么8080 这些一般都是web的端口 好那就是我们的防御方案 每一种防御方案 那接下来看一下绕过手段 嗯 嗯 绕过手段的话呢 我们是针对这些防御方案的吧 这里先禁止跳转 禁止跳转 禁止跳转 绕过手段 第一个是这里有很多啊 很多 嗯 我们来看一下吧 第一个是更改ip地址的写法 比如说我们在前面的什么这种 嗯 第四个 方案里面是不是限制内网的ip 对吧 限制内网的ip 那我假如说或者说限制 你通过ip地址来访问 那这个第一个就是 这里我不能用那个编号了 因为这里面的手段太多 嗯 那假设 呃 我们 正者讲过吗 正者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啊 匹配的什么 用来匹配 就匹配特定内容的一种 手段啊 技术 就说我们通过正者表达式 去匹配呢 这个内容里面的一些 ip地址 对吧 那这个时候 那ip地址它的格式是几点几点几点几吧 这种格式 那可能我们这个ip地址呢 以什么什么开头 比如说以10开头 然后呢 后面是一个点 这是一个10开头的ip地址 对吧 一个点 然后后面这个点转移了 代表它是一个普通的点 那如果不转移的话 在正者里面 它是代表呃 单个任意字符 嗯 我们得找个时间把正者表达式给你们补一下 嗯 然后 嗯 后面 再加什么什么 一开头的 对吧 就2 可能是2 2多少 然后后面呢是什么 5多少 255 然后后面呢可能是0到4 251252253254对吧 这是这是一种情况吗 除了这种情况 是不是还有可能是 嗯 其实这个ip地址它的情况有很多啊 我们用正者皮了是匹配的话 如果想要精确的匹配的话 你得分几种情况 因为它的每一位数啊 每一位数 是不是可能就一位数 一位数可能就是0到9 如果是两位数的话 是00到99 对吧 00到99 如果是三位数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分为什么 也要分情况 比如说一开头 一开头 二开头的话 如果是二开头的话呢 是不是又分情况 比如说一开头是不是100 最小是100 最大是199 对吧 所以我们不用管一后面是什么 对吧 就是一后面第一位数 就第三位数是1 第二位数呢是0到9 第三位数呢是0到9 如果是二开头的话 是不是0到4要看成一种情况 0到4 然后第一位数是什么0到9 那还有什么25的这种情况 对吧 25的最后一位数是多少 是不是只能剩0到4 对吧 我们要正则要这么去匹配对吧 这个正则我就不写了啊 这里假设 是一个正则表达式 正则表达式 用来匹配什么 ip 假设是一个用来匹配ip的正则表达式 那他匹配的是不是就是这种 插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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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种地址 只要是这种格式地址 都会被这个正则表达式匹配到 对吧那匹配到之后 那我就什么禁止你 使用吗 对吧禁止你访问这个ul 那怎么去绕过呢 那我们ip地址都可以换一种写法 不用这种写法对吧 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有一些地址 你用句号 是不是也是可以运行的呀 也是可以正常识别的 句号对吧句号 10.1.1.1 10.0.0.1 10.1.1.1 对吧你用句号是不是 有一些什么也能够识别 还有呢 对他做什么 做其他进制的编码 比如说我们编码成 什么 8进制 对吧 8进制或者什么16进制 或者说10进制的整数格式 或者说16进制的整数格式 或者合并什么 后面两位啊 合并后面三位啊 对吧 这些都可以 那有一些什么 但有一些 apache的话呢 会 嗯 报错 就apache这个 处理这种特殊的ip地址的时候 会报错 ngins或者matsicle 它是可以正常识别到的 所以这是改写什么 ip地址的写法 比如我们可以通过 嗯 8进制 啊 16进制 还有什么 10进制的整数 整数 嗯 就是把ip地址改写成这种格式 然后16进制的 整数 嗯 怎么改 怎么转知道吗 应该有网站帮我们去转吧 嗯 ip的 ip 转换成其他 嗯 怎么怎么说呢 怎么搜 ip转int 转数字对吧 1928 1.1 嗯 转int 对吧 转换成这种整数 整数 整数吗 10进制的整数吗 对吧 那也可以转成 然后把这个整数 是不是可以转成16进制的整数 对吧都是可以的 这样 有一些应用呢 也能够识别 除了apache之外啊 有一些应用 呃大多数都是可以识别的 所以你写成这种格式 那 这个正代表是不是就匹配不到了呀 就你你写的这个表达是啊 他就匹配不到这种格式了 因为我这个正代表是匹配的是 他可以用来匹配的吗 他匹配的这种差点差点差点差 这种格式的地址 但是我改成数字这种格式 他就匹配不了了 所以这样可以绕过他 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种 使用 解析到 内网的域 解析到内网域 就如果服务器没有什么 先解析ip 再去什么 过滤内网地址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什么使用 一些 localhost 这种域名 localhost 像localhost这个域名是不是 是可以访问本机的 我们可以使用这种域名 来访问本机 还有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 叫 xip.io 这个站点的提供一种服务啊 就是 你可以把地址写在后面 对吧 接到后面 那这个 域 dns 这个什么 这个sip.io 这个dns服务器 收到之后呢 他会把这个域名解析成 一个内网地址 他帮你解析成这个内网地址 对吧 这样可以绕过一些什么 域名的过滤吧 我说ip的过滤 第三 进行啊 利用解析URL出现的问题 说 出现 出现 问题 好 在某一些情况下面呢 我们的后端程序呢 可能会呢 对访问的URL做一个解析 然后呢 再对解析出来的这个ip地址呢 做过滤 所以这个时候呢 可能会出现了 对URL参数解析不当 导致可以什么绕过 这个过滤 例如什么 例如我们有一个这样的URL 3W.百度 点抗 at一个 要求了吧 0.1 有一个这样的URL 那如果我们后端呢 后端的 呃 程序呢 对这个URL做 一个 解析的话 比如说我们去 嗯 HDB之后的内容 到 com 中间的内容 啊就是这一段内容 嗯 认为这是我们要请求的host的地址的时候 然后实际上我们要请求的是吗 请求内容是19680.1上面的 啊不是这上面的 所以他在处理的时候呢就 呃可能会出现这种解析错误的问题 你还有其他的 嗯 利用跳转呢 对吧 利用跳转 这些我们看一下跳几个出来讲吗 你用跳转 用跳转呢就是利用他的什么重定向 啊就是 如果后端呢在接收到这个参数的时候呢 正确的解析到了 啊URL的host 并且进行了过滤 啊 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跳转的方式 来 做绕过 就是我们先 就是利用跳转 来跳转到另外一个页面 就可以绕过这个呢 嗯 IP的过滤啊 嗯下面通过各种非 下面第五个是通过非 HDDB的协议 通过各种 非 HDDB或者HDBS的协议 那这里就很多了对吧 比如说FTB啊 嗯DICT对呗 Gopher 嗯还有什么 File 啊这些 嗯 然后DS重绑定 这个内容 就是DS重绑定 rebanding 嗯 这个内容涉及到内容 涉及到这个比较复杂啊 这个过程 嗯 这个我们可以 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他是一种他的防护思路是吗 是我们对用户请求的URL参数啊 能服务 首先服务端呢 会对他的URL呢做一个什么 比如说是一个百度 会对这URL里面的域名做一个解析吗 对吧 做一个解析 然后根据什么 根据DS返回的地址进行判断 那如果这个地址在黑名单 那我就什么 禁止这个请求 对吧 但是在这个请求的过程中 在整个过程中 呃 第一次我们去请求这个DS服务 啊 于我们 第二次去请求URL 这个之间会存在一个呢 时间差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什么 利用这个时间差 可以进行DS重绑定 这个有点抽象啊 就是 就是他其实有什么 呃 就是整个过程呢 他分为什么 第一步 叫 嗯 叫服务器 就第一次 请求呢 是DS服务器 进行什么 域名解析对吧 域名解析 然后第二次是什么 第二次我们根据域名解析 来判断他是不是在黑名单 对吧 如果在的话就禁止 如果不在的话呢 我们就请求什么 请求他里面的URL 就是请求URL指定的什么资源吗 那这个过程里面会有一个时间差 会有一个时间差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差来什么 来将 这个解析 比如说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有一个DS 响应 提前到达了这个什么 提前我们发给了什么这个客户 对吧 客户端这边 那这个时候 这个客户用这个什么 去检查 去检查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去什么绕过 你做一个绕过 整个整个整个过程 你可以啊 这里有 你可以自己去找一些资料 详细了解一下这个过程啊 其实他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 我们这里不深入人 深入人讲解 嗯 嗯 这里整个过程应该是这样的啊就是 你请求 得到一个呢进行域名解析 那假设我们访问的是一个什么 我们要解的是一个 非法的非内网的地址对不对 非法的地址 这是一个叫什么 非内网地址 然后呃我们通过什么通过一些 手段让这个请求呢指向就是通过dns 从绑定技术让这个请求呢 去访问我们自己的某一个域名 对吧 某一个域名这个时候我们会返回什么 我们想让他 能够解析的地址 返回一个合法的地址 对吧那这个合法地址 经过后端的什么这些过滤之后 判断他是合法的是不是就放行了呀 放行之后 那你我们收到真实的是吗 就是第一次请求的这个时候 才我们才收到第一次请求的这个解析 这个IP地址是非法的 但是我因为我们什么 刚才已经认证通过了吗 所以我们去请求这个URL的时候 就不会什么 就不会被禁止 就主要是这个过程 就大概是这个思路 好 嗯 第七个利用什么IP 616协议这个好理解吧 对吧 就服务器验证的时候 只指 验证IPv4地址 对吧 没有什么验证 IPv6地址 没有过滤IPv6地址 但是我们的内网呢 内网的服务器呢 他又支持我们使用IPv6地址和内网服务器通信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IPv6这个地址 来跟内网的服务器通信 而不用IPv4地址 这个这个好理解 嗯 第八个是利用 嗯 叫enclosed alpha numerics 其实这种字符啊 这是一种特殊的字符 这些字符呢比如说 呃 包括哪些啊 包括什么 有没有见过1带圈圈的那种1 是不是对吧 这些其实就是什么 这种enclosed alpha numerics 带圈圈的1 1 1 2 3 4 5 6 7 8 9 带圈圈的字母 你的字母带圈圈 这些字这些什么 有一些 呃网络工具 比如说 一些特殊的 一些特殊的什么 一些工具 是支持这些什么 特殊的字符的啊 字符的 就是他会对这些特殊 特殊字符做一个什么 他会对这些什么 特殊字符 做一个等价的替换 替换 带圈圈的1怎么敲出来 怎么敲出来 嗯 我在输入网里面应该是可以找到 表情符号 这个配证 表 哦哦对 嗯 片后设置 我是把那个 输入框给他取出 我们搜一下吧 去百度搜一下 带圈圈的字符 这里我把它写到课件里面啊 这种我好像不能复制吧 这里面 啊 这里好像可以复制 不行 这个白骨 那我直接先找几个出来 取几个出来 他就不能 给我显示几根啊 这里 这里吧 假设哎 这里能够输出吗 好这种 他会做一个什么等价的替换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地址 对吧 是这样的 对不对 那我们用curl这种工具的时候 即如果接这种特殊字符呢 他会把这些特殊字符 比如说234 带圈圈234 他会转换成234 这个地址 234的234 数字的234 对吧 我们就是我们可以使用这种特殊字符呢 来做一个绕过 嗯 就 利用短地址 利用短地址 短地址呢 就我们可以把很长的那一串地址通过一些吗 嗯 转换对不对 通过一些网站帮我们把它转换成一个短地址 那我们会经常听到一个什么一些短ur要吗 是不是有一些网站可以提供这种服务 叫短吗 转换 我们转换一下 3w.pinlab.net 然后问号 对吧 问号 user等于alice 然后paint pass word等于12345 假设是这样一个对吧 然后转换 是不是得到一个非常短的地址 那这个短地址是不是可以什么防止 你做直接做过滤啊 过滤这些域名或者ip啊 对吧 你用这个短地址应该也是可以 访问我们平客的吗 一样的吗 这个叫利用短地址 类似于这种 刚才敲的东西 刚才敲的东西 然后利用特殊地址 利用特殊地址 比如说有一个叫杠铃的地址 还有 UIL解析绕过 这个我们就 不讲了吧 就后面这些 就把前面这些绕过手段 熟悉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啊 这个重绑地你们可以自己找资料啊 去 再去补充一下 好吧 你这些简单的介绍一下 然后这些防御手段绕过手段 防御手段要记住这些 这些都很好理解吧 然后后面啊 还有三个实验 还有这个事情 那我们现在做一下第二个吧 明天我们再讲另外两个 做这个weblogical的 ssrf漏洞浮线 那他的cve的编号是20144210 其实你可以去 查一下对吧 直接百度去搜索这个cve的编号 他有很多的文章指向这个漏洞的 这种浮线的过程 等待可以详细的去去看 然后我们 这个环境呢是基于weblogical 他特定的版本 我们需要去访问一下 这个皮卡丘我们就不用了 好打开开里 这个weblogical 我在开里面好像没有 没有没有下载这个镜像 我看一下 docker image 哎不对 我在把机里 weblogical 没有吧 没有我们就不用了 没有不在这里用 我们在 我在自己电脑上面 装了自己的mac上面的docker环境 给你们下好吗 因为他还是比较大的 有2.4G 整个环节2.4G 那你们其实 不想做的话 就看一看就可以了 因为在下载过程还是比较慢的 好 我现在这个容器已经启动了 就是这个weblogical 然后他的端口呢是7001 这没有显示 我们也可以通过命令去看一下 docker ps 看一下 没有没有起行 没有起 启动 应该现在是暂停的 我们把它启动起来 有这个命令 启动命令是 直接一个-小写的p 7001到7001 我们指定一下 7001到7001 不做出印象了 然后他的web呢是7001 然后呢 打一下 打一下 docker 打 web logic ps 看一看 启动 那我们就 来访问 这个访问呢 我们又 开里的 在开里里面访问 因为我们需要用到burp去拦截 拦截 拦截他的宝 用我的开里面 在这里 然后打开 burp 其他的都关掉了 嗯 proxy 打开浏览器 打开他内置浏览器 我们去访问34.1 注意啊 要用34.1这个地址 34.1是我 呃 mac的用来连接什么 虚拟机的地址 你们的地址 你们如果在windows上面做的话 当然你们还是用caddy做吧 跟以前一样的环节 我这里地址要变一下 然后访问的是7001 好 呃 先把这个拦截关掉啊 因为他默认 这个页面是首页没有啊 是一个错误 没有错误页面 我们要访问的不是这个首页 我们访问的是他的 一个叫UDDI X Explorer UDDI Explorer 稍等一会儿啊 等一下他会跳转到一个 一个查询的页面 就是search public registries 啊 这有一个查询页面 那这个查询页面里面呢 现在这个页面里面呢 他就存在一个 SSRF漏洞 在这个位置 啊 然后我们在这里 输入 随便输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把这个拦截给他打开 输一个摆这点抗 然后这个请 就说这个请求呢 是基于什么 post的对不对 然后数据部分呢 在这里 然后他访问的是 有一个operator嘛 操作嘛 这个操作者 他是有一个HGB什么什么对吧 那我们的攻击点呢 在这个位置 operator这个参数这里 operator不在后面 你可以自己去试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嗯 改一下 改成我想去访问 某一个比如我们要检测端口的开放情况 对吧 19208 34.1 222 我们先检测一个不存在的端口吧 比如说99 999 我是不是要把这个请求发送给repeater 我这里不能直接改 我发送个repeater 然后我们针对这个内容做一下修改 改了之后send 然后看一下对面的响应 内容响应的内容没有问题啊 我们看一下 里面啊 里面关于这个内容 是有一段输出信息 在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 有一个 错大概在390行这里 一个错误发生了 他说呃什么什么什么 对啊 有一个这样的什么exception xmail soap exception 一个错误 那他呢 这里面他说无法连接 连接到这个什么191834.1的 什么端口为999的端口 对吧 那说明这个端口没有开放 如果我们访问的是一个开放的端口 你说22端口应该是开着的 然后我们send 看一下这一段提示 看一下这段提示 看一下这段提示 哦哦我我我这个22端口没有开啊 我们换一个地址吧 130的22是开着的对吧 130是开里吗 他是开着的 那我本机的这个 mac系统的22端口没有开啊 我刚才那个点一是mac系统的地址 所以他的输出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如果这个端口是开着的话 看一下 是不是他的输出结果是不是和刚才的是不一样的 对吧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输出错误的输出内容来判断 检测来检测这个端口或者主机是否存活 对不对 对不对 嗯 嗯 那如果如果他内网存在这种什么redis啊 对吧 这种未授权 未授权的redis 那我就可以什么 直接在这里接什么访问他的63 redis的端口6379 然后访问他的info 来获取到这个redis的信息 那我们检测一下他有没有开放redis啊 没有开放对吧 这个是这个 这里我们要把这个地址呢理解为什么他内网的地址 比如说这个weblogic是部署在某一个他内网的某一台web 这台服务器上面 然后我们从这个web 从weblogic这台服务器去攻击其他的内网地址 对吧测试其他内网地址他的端口他的服务 啊 甚至呢可以去读取读取他的什么文件 试一下能不能读文件啊 file 冒号写杠写杠 etc has wd send 这里这里包错了 class class cast reception 这个文件 文件他没办法去什么 这个鞋也用不了 hb鞋也是可以用的 啊就是这两个实验吧 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下 就我们可以就是这个weblogic这个漏洞呢 我们可以用它来攻击内网的对吧 服务器的端口啊地址啊 服务啊 检测他的服务是否开放 ok今天内容就上到这里吧 然后你们课后的话能把我们上课的两个实验 对吧直接完呃在课后的时间完成啊 然后明天的话我们再讲另外两个 慢点